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之前因为迟迟没有入住官邸 打破了日本首相最迟入住记录 外传就是因为这里头闹鬼 其实日本首相官邸在1929年落成之后 曾经发生过政变造成了死伤 后来闹鬼传说不断 传说由水龙头一扭开就流出了血水 还有常常听见行军的声音 就连作风新潮的前首相小泉纯一郎 据说他每天都要大声的播放摇滚乐 让自己能够比较心安 安倍第一次当首相入住 才短短一年就因病辞职 这回再度回国当首相 也难怪看起来格外谨慎 官邸鬼故事也成了日本民众 茶余饭后的话题 鬼故事的真实性虽然是无法证实 但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 就像是今天节目当中说的鬼故事 还真的是百听不言 我是林依如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发烧话题追根究点 齐居所地热情日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